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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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近集的台灣高雄特別報導 我是又雲 很多人都有去過高雄 但是你有像這樣玩過高雄嗎 現在這裡不但有巴黎賽伊那河畔的景致 還有日本環球影城般的異國商城 有亞洲最長的跨港旋轉橋 甚至有領先全台的5G科技 便襲金剛舞台 傳統的八寶兵可以比日料還高級 到底這個港都隱藏什麼樣的魅力 跟著我們一起一探究竟 各位啊 一座精彩的港灣情勢 有山 有海 陽光燦爛 氣候宜人 樣貌多遠 充滿值得一探的驚喜 美麗熱情的港屋 加上科技 軟體 園區的助攻 把握機遇 展向奔向國際的硬實力 這是高雄 我們的高雄 也是圓夢的起點 歷史 藝文 海港 新創 探尋高雄之美 就從這裡開始 來到高雄當市政小秘書的第一天 市長就給我一個大考驗 要找出高雄的五個打卡景點 我剛剛偷偷作弊到奈奈市長的IG裡面 找到了一個很特別的冰店 跟我一起去開箱吧 副局長嗎 你 什麼在做 我今天第一天來上班啊 有點緊張 所以市長就給我一個重責大的 就是想說 那我來認識高雄 叫我去找五個高雄打卡景點 我就偷偷去划他的IG 發現這邊有一個冰店 是的 這邊叫做春田冰廳 它是現在非常熱門的景點 在這邊最主要就是吃冰跟吃鍋燒麵 吃冰很適合今天 對 今天超熱的 超熱 是的 所以我們就來逛逛吧 GoGoGo 副局長剛剛逛完這邊的環境啊 我覺得這裡很特別耶 就是感覺好像還蠻像早期日式時期那種感覺 而且它的整個廚房冰店 居然看起來很像日式料理店 為什麼 它之前在日治時期 它是一個高級的大旅社 所以是有歷史的啊 對 它有很重要的歷史故事 那因為這個地點就是在 其實以前的大工藝 就是火車站前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來來往往的 旅客非常多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高級的大旅店 但是在日治時期 因為二戰 二戰來了之後空襲 所以整個旅社就炸毀了 有這樣子的一個歷史淵源 那這一棟四樓 四層樓是在站後才重新蓋起來 叫做貿易商的大樓 所以它的歷史感很豐厚 那整個氛圍在裡面吃冰 你就會覺得好像可以優雅 然後也可以很有日式感覺的那種 日式料亭的風範 一個冰品 但是配合了就是這邊的創意 待會我們就會看得到 其實非常的精緻 跟很好的享受 那我就要好好的來期待一下 是的 剛剛他說要公九身 做什麼特色啊 其實它是把傳統的 我們台灣的八寶冰 做一個變形 其實在這邊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的冰品是融合了創意 跟我們高雄最在地的新鮮的水果 吃個冰之後整個人都涼快了起來 是 時間也差不多囉 那妳接下來有想好去哪裡了嗎 沒有 好難 妳這樣嗎 那我推薦妳一個新的景點 它是在今年過年才剛開的 好啊 那我現在也差不多趕快出發囉 對 沒想到高雄這麼像大阪城的地方 我都沒來過 欸 前面有帥哥耶 哇 這不是局長嗎 好 我來應徵高雄市的小秘書的時候 我就一直很期待看到MV難度小本人 是 過去就讓它過去吧 欸 局長 這邊是什麼地方啊 我真的是沒有來過耶 對啊 這裡是我們新作的一個Holo Park 然後就在我們的這個灣區 其實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啊 這整個設計上來說 這邊可以看到 它有美式的風格 但又有台灣的風格 我們放眼望鏡 這邊可以看到有一個很像劇院的東西 就是用我們最新科技的羅眼3D 來做的一個劇院 不是3D就戴那種眼鏡嗎 什麼是羅眼3D啊 羅眼3D就是用最新的科技 有讓你看起來 雖然是一個螢幕 但實際上就像站在你的面前 但不僅是如此喔 如果你從旁邊看來說的話 我們這邊吃的有包含 雞蛋糕啊 冰淇淋啊 美式咖啡等 所以是不是 現在就來帶你來吃美食吧 耶 謝謝局長 Go… 吃飽喝足了 局長 剛剛有提到那個什麼羅眼3D 就是高科技的部分 我沒有聽市長說 最近是在發展什麼 5G AIoT喔 其實5G來說呢 就像是一個特色 就是一個高延遲 講犯了 是在講最緊是不是 Q最緊 高頻寬低延遲的一個特性 其實低延遲來說 就是讓你的延遲完全無感 那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以工業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做智慧工廠 那以商業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做易定公演 以演唱會來說的話呢 我們可以做到 讓我們的樂器直接連上門 然後讓我們的加油棒 也可以直接連上網 跟線上的台上的演出者做互動 哇 現在高雄這麼高科技喔 不過局長 你人最好了啦 是 剛剛市長給我的考題 是要找五個搭卡點 我才來兩個耶 有沒有建議的啊 正好你現在在這邊 待會兒呢 你往那邊走 就會看到一個白色很漂亮的一個橋 就是我們大港橋 好喔 謝謝局長 拜拜 拜拜 終於看到大港橋本了 我怎麼越看越像是花枝壽司 你是市長 被你講成花枝壽司 這個是海豚貝殼 好嗎 這個是人家設計師的創意 讓你講到變成美食餐廳去 喔唷 你來行耶 不過我們來大港橋這邊啊 大港橋有什麼比較特別吧 大港橋它是亞洲最長的一個水平旋轉橋 是台灣第一個 每天的下午三點會旋轉 每次最快大概五分鐘 所以是很棒的 很快耶 對啊 所以說大家都要趁那個時候 趕快來這邊拍照一下 是啊 因為這以後是一個遊艇麻煩 這其他地方都沒有啦 台灣唯一 不過說市長 你之前還跟總統來過 我想說我們既然都來 IG照片要更新一下嗎 我有帶你去總統值的大咖店 秘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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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市長 沒有想到你連拍照都撲路一下 在高雄這裡就是風景漂亮 隨便取景隨便拍都很好 真的 對啊 難怪現在人家都說 高雄就像新加坡一樣 是個很成熟的觀光海港城 新加坡怎麼會跟高雄比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港灣是在市中心 而且高雄旁邊就是壽山柴山 所以有山有海又有海 這個在亞洲其他國家 看不到 市長是不是要推薦我一下 既然都遇到你了 推薦我下個景點嗎 你就順著那個輕軌 往柏惡的方向走 我們來很多文創作的 或者是很多的展覽 很多年輕人都很喜歡 好像很不錯耶 我如果去柏惡逛市長 你要幹嘛 我等一下還有一些公務行程 公務行程 什麼公務行程 只是公務行程 公務行程 你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 什麼高雄美食地圖 你還要去吃東西 這也是公務行程一部 考察菜市場經濟 對啊 所以我要去看一看 帶大家吃好吃的 去便吃一吃 對啦 南部第一個一定要講究美食 因為我們很多道地的小吃 而且都是 High V 各用地的小吃 很棒 OK 好啊 那我們市長 我們各自出發好了 拜拜 我去考察 我去考察 好 天氣真的好熱喔 如果這時候一杯冰涼的飲料 不知道該有多好 唉唷 市副市長嗎 是 怎麼這麼貼心 你馬上就有飲料可以喝 是 那個市長有交代 你要來嘛 我們趕快陪一筒啊 好 既然市副都特地來到博厄了 我們就好好的走走逛逛吧 當然要 走走走 市副剛剛逛完博厄啊 我發現這裡不只有展覽耶 這邊好吃好喝的也不少耶 是 那 它從一個貨物的空間 變成一個人的空間 當然我們要讓人很舒服 對啊 所以這二十五棟倉庫 我想 有關於人的事情 無感的事情 其實都有 其實是不是交通 也是所謂市長大南方計畫 很重要的一環 那這個大南方計畫可重要了 所以這個事實上輕軌 即將成員 這個東西向南北向 就有紅線跟橘線 尤其是紅線 我們往北 即將延伸到 即將進入了所謂的 台南生活圈 那往南呢 到陵園到屏東 將來就會串接到屏東 那事實上這整個 再加上未來的黃線的興建 事實上高雄的整個大眾運輸網 就會建立起來 那我想這一切 都是值得大家來高雄 不只一日遊 甚至是一個宜居的好城市 嗯 是不是 那師傅 我還有一個景點耶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當然啊 這個景點是我一定要帶你去的 這麼厲害 而且我們直接就可以 搭青鬼過去 走吧 走 那像高雄這樣子 我怎麼拍起來會好看 高雄最主要是有四項元素 嗯 要會看得懂 這個西班牙建築師 它來自跟我們一樣 其實是一個海洋的國家 那高雄當然很特別 我們海港就在城市的中間 所以它提出了四項元素 作為這個設計 第一個叫做海浪 第二個當然就是所謂的珊瑚礁 珊瑚礁你看它六角形的模組 作為這整個的構建 第三個當然就是小駭豚 第四個就是小金魚 那這整個環繞在我們 在11到15號碼頭 然後用一個天空步道 把它串結起來 我們高雄流行樂中心的 主要的大型的表演空間呢 我們事實上預留了一個 可以像變形金剛的 舞台設計的空間 未來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都可以在高雄流行樂中心的 韓音館裡面產生 甚至連現在大家最夯的 無人機競賽都可以在裡面 哦 那師傅 既然我們都已經有點了解高雄 我們就乾脆直接 高流這邊給它爬起來囉 有沒有 這個取景還不錯 欸 師傅 是 照片還行吧 把你拍得比市長還帥呢 這種殺頭的事不能做 即使真的比市長帥 也不能講 不要說出去 對 對 欸 這裡真的是 景好看 人怎麼拍都美啊 對 所以其實現在目前 所有困在台灣的朋友 你一定要來這裡一次啦 嗯 真的 所以如果大家不知道 要去哪裡玩啊 來高雄就對了 來高雄 歡迎收看 近期的台灣 高雄特別報導 我是又雲 你知道在2018年 世界最佳旅遊城市中 亞洲唯一上榜的 就是高雄嗎 現在的高雄啊 不但有在港邊的夢幻樂園 還有最適合約會的美術館 就連逛逛公園 都能夠體驗 早期的紅樹林生態 呼籲在大自然的懷抱之中 到底高雄是如何 蜕變成一個樂活 自在 適合住下來的 宜居城市呢 來高雄旅遊 你還是只知道八五大樓嗎 其實高雄現在變得很不一樣 但是要怎麼玩 又說的你可能沒感覺 跟我們一起走一趟 你就知道 來到高雄呢 你一定會想到伯二 但你知道現在在伯二旁邊 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叫做戰惡庫嗎 這裡不但能夠看到 海景第一排的 美麗的港景 輪船 渡輪等等 而且呢 還有一個雪白的夢幻樂園 如果你逛累了 走累了 還有被太陽曬昏頭了 還可以走進商場裡面 吃美食喔 那為了讓我能夠好好體驗 戰惡庫特別的地方 我請了一個地陪 孟漢來陪我啦 嗨 歡迎大家來到戰惡庫 沒錯 那孟漢 因為我們來戰惡庫 可能沒有來過 所以呢 要請你好好跟我們介紹一下 戰惡庫裡面 有沒有什麼必逛必吃的啊 整個戰惡庫 它有一個純白色的旋轉木馬 還有一個摩天輪 基本上也是希望讓媽媽 帶著小朋友 能夠來戰惡庫這邊 好好的放鬆 好好的玩樂 然後也是一個舒服的空間 整個戰惡庫其實是 整個高雄港發源的起點 整個112年的老碼頭 哇 比我還大很多很多 搭配上一個 大概一家子的老倉庫 夢幻這次帶我到戰惡庫來玩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夢幻的雪白樂園之外 我們剛剛逛了商場 我覺得也是有很多好吃跟特別的文創市集 不過呢 你說還有一個什麼 網美大道 黑市底隊 就在我們現在的身後 戰惡庫這邊呢 每季都有打造成一個不同的主題 像是這次就是做成偽出國 剛好可以來賞個音 當然很謝謝夢幻 讓我們那麼的了解這個地方怎麼玩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現在還有一個地方 也變得很不一樣 那就是高美館 我們一起去 一太就近 其實我以前一直都覺得啊 美術館應該是要有一點 藝術涵養的人才能來 所以感覺就好像很遙不可及的樣子 但現在高美館呢 這邊變得很不一樣 不但呢 能夠像網美一樣來這邊打卡拍照 而且還可以到處吃吃喝喝喔 到底現在高美館裡面 有什麼東西 待會兒 為了更了解美術館這邊呢 所以呢 我特地請了館長來教我一下 現在的美術館到底變得有多不一樣啊 第一個翻轉就是打開美術館 讓美術館比較容易走進來 不會那麼的遙不可及 那麼的高高在上 那第二個翻轉就是翻轉 大家覺得來到美術館要做什麼呢 看畫看雕塑我沒興趣 那就不用來了 但是第二個翻轉 其實讓大家知道 其實美術館想要做的是 成為城市美好生活的存在 這是我另外一個很重要的slogan 就是來美術館 是過一種非常美好的生活 我們可以來這裡shopping啊 我們可以來這裡喝美酒啊 想美食啊 喝茶啊等等等等 所以說其實吃吃厚厚也是 現在美術館很重要的一個part 完全沒錯 因為其實在21世紀的美術館 這本來就是美術館的另外一種 所謂的主流 開放空間讓大家來這裡體驗生活 然後把藝術真的帶到生活裡面 然後在這裡品個名吃個餐 都是一種藝術的體驗 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山 我們說這麼多還不如好好地吃一個餐啊 好啊 我們來吃吃看看 吃飽喝足了 不過現在天氣真的好熱喔 到中都濕地公園之前啊 先到旁邊的茶館 來喝杯涼涼的茶吧 其實中都這邊我剛剛逛了一整圈啊 發現這裡真的是一個 渾然天成的大自然教室耶 因為呢以前呢 對高雄的印象可能就會覺得說 空屋好像還蠻嚴重的 不過現在呢 整體的綠化做得還蠻成功 尤其是在中都這邊啊 就是仿造是老高雄那樣時期的 紅樹林生態 所以可以看得到小白鹿啊 招橋蟹啊 還有翠鳥等等 所以我覺得來到這邊啊 真的會有一種漫步在自然的 生態裡面的感覺 但是最特別的是 我還找到一個很棒的拍照景點喔 走吧 來到中都濕地公園呢 避逛景點一定就是像這樣子的吊橋了 因為呢這個吊橋呢 走了不是很愜意而已 它往下看呢 其實還是可以看到 紅樹林的自然生態 所以說呢 整個感覺呢 就很像是漫步在整個大自然當中 不過啊 人們都在這裡啊 當然要留下紀念啊 欸 攝影大哥 幫我拍照啦 蛤 不要這麼小氣嘛 走啦 走啦 其實呢 如果是到了傍晚的時候啊 那最後其實是可以來到愛河這邊搭乘 貢多拉船 這樣呢 就有像是在義大利的感覺 而且呢 現在啊到了傍晚的時候 愛河兩邊都會點起燈來 看起來呢還真有一點點像是巴黎塞納河畔的風情喔 其實愛河最早只是一條小小的潛溪 那呢是在日治時期之後才疏通成為運河 當時也是扮演著一個交通很重要的枢紐叫做高雄川 這才是愛河的第一個名字喔 只是在民國37年的時候啊 這邊呢有一個愛河遊船所 不少的情侶跟戀人 就會在這個時候來這邊散步 彈琴說愛 久而久之呢 口耳相傳之下 這裡才變成愛河 這一次來到高雄 漫步在愛河畔 踏上中度市立公園 走進高美館 更逛過了戰惡庫 發現高雄真的變得很不一樣 現在的高雄 適合住適合玩也適合留下來 節目的最後還請到了一個神秘嘉賓 市長有什麼想對大家說的嗎 嗨 宥雲玩得開心嗎 高雄是一個美麗的港灣城市 你不用出國你就可以享受 很漂亮的港灣風景 有劇場 然後也有很多的展覽 活動 那還有很多的戲院 所以2021紐約時報票選 最佳的旅遊城市高雄等你喔 快點 安確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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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